難道他真的要做這個生形給我? 做什麼? 男士們要學習一下 早安, 今天就讓我帶你去 杜拜最有名的水族館看東西 這裡是以遺失的角度 亞特蘭提斯為設計主題 採用大量仿沉船和遺跡的佈置 重現失落文明 而且水族館裡 有20個海洋生物展區 超過250種不同的海洋生物 任你看 我還報名參加這個 幕後歷險游 這裡的海洋生物專家 會為我揭開水族館內部的神秘面衣 想看Baby Shark嗎 很可愛 很可愛 他們現在仍然是Baby Baby Sha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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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人大了, 真是少了很多機會 去這些水族館、動物園 這些地方 不過無論多少歲也好 只要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會馬上變成大小孩 你剛才看到潛水魚做了甚麼 很帥氣 對, 如果是深形就很棒了 我去問她, 看看她是否合不合 我馬上去潛水 難道她真的要做這個深形給我 好, 讓她們去潛水 盡人事吧 雖然說海底漫步有氧氣罩 而且頸上也不會濕水 不過也要小心一點 赤清赤楚, 所有注意事項 不准碰水中的魚雷 因為要尊重他們 所以眼看守蜜毒 下去吧 很勤勁 每一步唱下都要做平衡水癌的動作 噴口水, 喊一喊, 通通兩邊耳朵 要不然落到很低級的時候 水癌就會高到一個點 你就平衡不了 終於落到去了 水癌真的很重 原來要在水底漫步 挺有體力的 而且一定要慢慢走 不然就會容易失重心 莫玲, 我在這裡, 看見我嗎? 有個人在裡面 我以為她戴著面罩 樣子會擴大了 原來在外面這樣看 更加英俊 怎麼了? 接收到了 深深給觀眾 嚇壞了, 很近 我看過很多電影的情節 有個未婚妻 在外面吃過早餐 這樣看下海 然後我的未婚夫 就像Matthew那樣 一落到水底 就是一個很浪漫的求婚儀式 她應該不會想到這些東西 男士們要學習一下 想不到這麼近距離接觸 可能生物原來是這麼有趣的感覺 魔鬼魚、鯊魚全都在你面前 還有頭頂飛過的感覺 你一定要試一次 還有剛才我有一刻 不小心踩動了一條鯊魚 我踩到它, 已經很不好意思 馬上吞開幾架, 打算避開 但它好像沒事 所以我覺得互相尊重 是很重要的水底世界 我覺得整件事很浪漫 你和魚很整齊 游一下… 看見我做了一個心心嗎? 這樣的心心 魚也做了很多心心給我 我收到了 想不到杜伯的水族館 不僅有得看, 還可以下水 和海洋生物近距離接觸 也算是完成我人生一項創舉